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8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张医师答疑 有关如何用原始点调理牛皮险 现在很多牛皮险的患者在询问 也有许多皮肤病 请老师把皮肤病现在最新的调理的方法 讲述一下 接着我们会放牛皮险的案例 好 老师请您开始 今天最主要是要把热源应用在皮肤上的 一些原则性的重要关键点点出来 让大家在第一线操作的人 以后就有一个比较知道怎么去操作 你热源随时都要让患者保持住 他一旦身体失去平衡 整个病情恶化的速度会变得非常快 所以这里先点出 让患者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到温暖舒服 外热源一定要大面积的涂抹 直接用浆 用电热器 持续温敷 在这里也先说明一下 电热器有各种 比如说一般的电热器 软炉也是一种 甚至远红外线 甚至电热吹风机类似 非不得已尽量不要用有风的热 我认为热源最好是不要有风 也不要像我们说的泡温前 那个湿的东西 你一出来的时候 湿就变冷了 如果你又没有原始点的概念 把它立刻吹干的话 很容易又受风寒 尽量用无风的热 也就是用照射的热也好 或是一般的 像电热器放在旁边 就能够让整个屋子温暖 甚至对着患处 这样温热就可以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 从窗口流出来的血液或组织液 必须清洗干净 如果没有清洗干净 组织液它很快会结痂 结痂了患者会很不舒服 包括可能皮肤上的痒 然后就想去抓破它 然后反复很难好的 这些组织液要清洗干净 让尽量不要结痂 让它不要结痂在窗口上 这样修复才会快速 如果清洗干净 患者会觉得很清爽 也比较快速修复 有了这一个关键处之后 我认为所有任何皮肤病 任何主要处理热源 外热源不管姜汤姜粉姜粉泥 对于有无窗口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有窗口跟无窗口是不一样的 如果没有窗口那就是照我们以前的处理方式 可以大面积的涂抹姜粉泥或姜粉用姜汤来回擦拭也可以啊 这些都没问题那如果有窗口 特别提出一个概念来 只能用姜汤 这里讲的就是温姜汤 也就是溶姜汤 温热的溶姜汤来清洗 溶姜汤一边可以清洗干净 一边在清洗的过程中 其实已经在温敷窗口了 对体伤的修复也有帮助 好那处理干净之后 要注意的就是 只要有窗口 都必须保持干爽透气 不管有窗口 你在进行包扎的时候 都要保持干爽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干爽对体伤的修复 或是热源的吸收都有帮助 如果有窗口不只要干爽 还要进一步怎么样保持透气 但有窗口就不能用保鲜膜 理由很简单就是要透气 那让它能够快速修复 流汤流一些组织液 就只能用 溶浆汤来清洗 如同上述的方法 一边用电热器 风干 中间可以配合按推 原始痛点还是患处痛点 然后按完它伤口流出血液或阻止液 我们就进一步用溶浆汤来清洗 这样一天可以反复几次 只要严重 只要严重一天就可以多次处理 谢谢张医师对最新皮肤病的解说 那我们现在先放一段涂抹江粉泥的视频 重病患者涂抹江粉泥之前 重病患者在涂抹江粉泥之前 要先把床温暖 周围也要有电热器温暖房间 江粉泥最好现做现用 不要太烫也不可太凉 保持江粉泥温温热热的 不要太干太干不好涂抹开来 患者会觉得不舒服 也不能太稀太稀会有水水的感觉 患者没有贴腹感也不太舒服 重病患者涂抹江粉泥的动作 一定要柔和贴腹 但也要稍稍有点力道 抹到差不多快干的时候 力道稍微轻柔 把姜粉泥搓干爽就可以 整个涂抹过程动作不要太快 抹干爽后 可以用吹风机 可以更干爽温热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有些患者只搓一遍就觉得热 有些要搓两遍或者三遍才觉得热 不过我们都要以患者能接受舒服最重要 接着我们再放两个牛皮犬的案例 牛皮犬案例 你也可能会痒 你也可能会肿 你也可能会躺 你也可能会糖水 因为事前我已经给他打过防疫针了 所以他心里很笃定 知道这些现象只是过程 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紧张 我第一次给他按推完了以后 我给他敷江泥 腿上敷了 他一个晚上没有感觉 没有灼热感 手上有微微的 他唯一的改变是 他从当天晚上回去 八九点钟睡觉 需要第二天下午四点 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爸在渡江 他手上过了十分钟 有点灼热感 但腿上还不明显 到第三次的时候 腿还没有出门 就已经有灼热了 那么这个中间 他也产生了皮肤光很紧 有灼热 又亏裂 糖水 他知道这些是修复的过程 所以他不担心 如果一个志工没有这个经验 我们一没有信心 他跟着就倒了 可以这么说 这是正常现象 第一月做完 拍了这些相片 Chris跟我说一句话说 我觉得再过一个月 我就会好 上个礼拜来 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好像有点 有新的疹子 好像那红肿 小块出来 背上呢 又开始有点 不是那么平呢 我说这很好 好现象 你要记得一点哈 尤其是这么重的患者 当他身体在恢复的时候 是全发胃 所以后面还会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今天我就看到背 又好多了 背部第一天 一个月后 这些都是恢复现象 他现在自己感觉 有精神 有力气 不犯困 是不是 不犯困 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因素 来自于患者自己本身的坚持 跟配合 一个月前 一个月后 牛皮选案例 2007年开始有牛皮选 用过各种方法 吃过各种偏方 过了九年 不见好转 反而恶化 全身开始水肿 稍微动一下就痛 无法工作 心情低落 更是恐惧担忧 脸 手脚 全身一直掉皮屑 真是体无完肤 已无外皮 只有皮下组织 每次一动都痛 无法睡好 真是噩梦异常 第一次到推广点时 志工告诉我 每天都要拍摄 一定会有明显变化 而且只要照着原始点的方法做 必定会改善 刚开始 我半信半疑 拍了两周 也没有太大变化 旧金山推广点 派志工到我们家做家访 仔细关怀 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 发现我们 姜水煮得太淡 室温太低 温肤也没做到位 结果 经过志工指导后 短短一周 就明显看到改善 2016年10月24日 一个半月后的脸部 手部 脚部 及背部 这一个半月的进步改善 我们太感谢 也太感动了 我觉得是 一 志工爱心指导 及细心按推 二 成先生的心灵指导喊话 三 喝比较浓的姜汤 四 多温肤 尽量休息 五 做运动 两个月后追踪 身上的皮肤完全康复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后 上背部 是从肩颈结合处 一般是以脊椎旁开一指宽 这里都是一样 然后一路到哪里呢 到腰椎最顶端 这里 就碰到骨头了 这里 称为上背部 到下面这里 我们就称为下背部 两侧都一样 都要按推 都是旁开一指宽 那事实上 它的第一点的位置 一定是在肩膀对过去 然后跟颈椎直线下来 它两个点的交汇处 那这一点有一点要滑下去 那我们推的时候就是 把这一个顶上来 然后这样直直下 向背部 第一个 它身体是往前面的 而不是站这样 很多人下来 他就这样下去了 那事实上 它还是斜斜的 所以我们的道理都一样 我们都是往前的 所以它两脚都是平直的 这样站 那这一手扶着 掌心一样向上 但同样跟整骨一样 不能翘高 翘高 你这里虽然90度 那你身体就要往后 往后 肘就会对头 事实上肘还是要对胸 那怎么办呢 这个放下去 放到比头低 那你这里超过90度 势必身体要怎么样 往前 然后它要对胸 然后不能直直的 这样直直的也是肘 对肩也是错 那你就要靠过来 那靠过来之后 这个脚就自然往外移 后脚 好 那这个姿势就能做出来了 那因为它够低 那为什么手要这样 因为它碰到头 所以不能直直的 所以一定要往外 它往外就是要稍微往下 这样就能做出来 一般志工揉脊椎站是最重要 那第一个要与肩同宽 也就是第一脚站在肩膀 这里平行下来 第二脚站在 咖骨上沿这一对过来 所以这样的姿势 就是与肩同宽 只要一站开 就不容易做出来 那另外还会犯错的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 站的位置离床太远了 正确的位置是你对过来 就是床沿这样下来 刚好对到你的指尖 一般这样就可以 那这样揉对侧绝对没问题 有些人比我更高 他觉得好像揉同侧 他就会有压力 可以退后一点 这个没关系 如果这样 我以床沿 指尖对着床沿 那这样来做 直接 脚一定要围蹲 那这样就靠过来 整个身体要靠过来 而不是只有身体靠过来 臀部不靠 这样不行 整个要移过来 好 那姿势就变这样 那这是揉对侧 如果揉同侧 这个位置应该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很多人都不知道姜粉泥怎么样制作 我们用微波炉制作姜粉泥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视频再播放一遍 姜粉泥制作法 微波炉 我们现在来介绍姜粉泥的制作 那我们用最简易的方法 用微波炉制作 那么像我这边有好几个容器 不管是我们用这样小杯子的 或者你用条根 比例都用1比5来做 我现在用这个杯子来做示范 我把姜粉稍微压一下 比较实 要不然下面会空空的 压好了这一个 这个杯子的姜粉 这就是1 我把这个1倒过来 好 这是1 那现在我就装姜水 要1比5 所以我现在就用5杯的姜水 1杯 2杯 3杯 3杯 4杯 5杯 5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 要把这些颗粒都要拌均匀 不要有颗粒状 好 这样拌均匀以后 我们现在先用微波炉 我们先打1分钟 好 这1分钟以后 我们把它拌均匀 旁边会比较干的地方 也是一样再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再继续再打1分钟 好 第二次的1分钟 我们打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旁边比较干了 那中间还是很多水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旁边的 跟中间的 还要再把它拌均匀 这时候已经比较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拌得很均匀以后 把旁边的干的都拨到中间来 我们这样子再继续打30秒 为什么不要一次打1分钟呢 如果我们等下打1分钟呢 它旁边会很快就很干 所以我们用30秒30秒 我们还可以把它拌得很均匀 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 我们就先打30秒 好 我们现在看 看现在打出来的就是这样 就更干了 那我们把它再拌一下 这时候旁边比较硬了 然后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水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旁边的 跟中间的这些颗粒 都把它均匀的再和一和 好 这样子 我们就差不多再打一次30秒 好 看了这个干度 就是差不多是我们要的了 所以我们打了2次的1分钟 然后2次的30秒 那基本上后面的30秒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像我现在这样子 它还是有点湿 这种情况 那我大概还可以再打个20秒 好 这样推的时候 已经有点阻力了 很干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 现在打出来呢 就非常的热 要让它凉一下 但是微波炉打出来的姜泥呢 现做现用 如果过一下子 它就会变成很干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 微波打出来的姜粉泥 很方便 然后这样子的湿度 黏度 在涂抹上呢 它刚好是最容易吸收 又最容易推开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这样子的湿度 黏度 还有温度 刚刚好 在这边这样揉搓 在这边这样揉搓 这样把它推开 完全吸收 而且连一点渣都没有 所以我们放在背上 放在任何我们的患处 就是这样用力把它推开 用力推 完全吸收进去 刚才示范的姜粉泥是用在涂抹 按推皮肤上面 如果是灌肠用的姜粉泥呢 就要比较稀一点 姜粉和姜汤或者水的比率呢 就从1比5到1比7左右 这是体积比 那么如果是重量比的话呢 就是1比10到1比12 如果我们是用5克姜粉制作的姜粉泥 加热的时间大概1到2分钟 就加热到比较稀的糊状 这个比率供大家参考 因为每一台微波炉的功率也不一样 时间比率给各位参考 不过姜粉泥的制作呢 以干姜粉煮烂熟透 没有颗粒为原则 如果姜粉泥两天没有用完 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使用的时候再加热就可以了 好 今天张医师答疑 如何用原始点调理牛皮痫的直播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